为了强化学生族群意识及自然生态观念 台东县政府以及台东海端乡坎顶国小 特别选在寒假期间 举办古鲁马寻根活动 四天三夜的行程将带着孩子们回到中央山脉的主居地 其实我们的孩子的生活圈很小 就在坎顶村这个地方 可是当你去放大你的部落的时候 其实你的部落不是只有那么大 你的部落其实是可以一直到马哈利曼 但是只要走进去它才会有画面 校方表示台东坎顶部落部落主人 早年是由大伦西流域的马加里晚舍 陆路设计左立屯舍迁徙而来 近几年有感于寻规活动 对于族人文化认同的重要性 于是特别举办回家的活动 希望透过实际行动 让孩子们对生活环境产生更深的情感 我们那边楼子好像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那你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从哪边来的吗 知道 知道 哪里 雾路 它其实是一个迁移的路线 我们其实也可以试试看 带孩子去走看看这一条路 让他们去感受到说祖先的路是这样子 然后我坎顶的后面虽然都是山 但是其实山的里面也有我的家 而台东县政府也表示 随着近年观光盛行游客人数增加 许多人常进入山区探访秘境 担心对环境有所冲击 希望借助部落的力量与政府机关一起努力 共同守护美好环境 除了支持部落寻根活动 教导学生生态保育观念 深信对家乡文化认同 也希望孩子们长大后能成为环境维护的胜利军 原事情我们驾驾的地方台东海端场报道